学生们亲自操作 有的切菜 有的洗蔬果 有的拿着锅铲煎培根 准备要制作今天谢试验的料理 这是由红人国中与蒲里农会合作 积极推动食农教育 当毕业季来临时 学生在规划谢试验的时候 灵机一动 为什么不自己亲手来做菜呢 因此这场谢试验就此展开 我觉得就会多了一份自己的成就感吧 也不会等着自己说 就是自己享受那些 等别人来的福利 我们自己做就会体会到 这些就是厨师们的辛苦 我们就是农会他们的阿姨们 她来带了一些食材 然后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然后处理完之后 让我们自己去动手做 像是尖拉 然后或者是摆盘这样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要 因为我们快毕业了 所以我们要感谢老师 这三年来对我们的教导 所以我们就想要借这个方式 去表达我们对老师的感谢 普里正农会家政指导员宋玉慧也指出 今年在红人国中成立实在安心作业组 希望JETS能够让学生学习如何从认识到制作 甚至最后的成果也结合学校的谢试验来推出 普里正农会在今年108年度 在红人国中成立了一个实在安心作业组 那所谓的实在安心就是把吃的安心 轻农种的安心 包含我们小铺卖的安心的食材 然后带给小朋友 从一开始的认识食材到整个如何制作 到整个成品 然后我们都交给小朋友一手去完成 那这当中我们也请了家政班的妈妈 他们来协助我们整个餐食的规划及设计 然后也试做了 然后才推出来的 并也结合了学校的谢试验 然后一起推出 先议员王彩云感谢普里正农会的用心 尤其家政班以及学生共同努力 完成谢试验的便当 不但相当有意义 也能够推广食农教育 所以今天我们推广股在108年度 这个食农教育在我们红忍国中 由我们的家政班跟我们的学生 一起来努力做一个谢试验的一个便当 我看得非常非常好吃 我想这就是我们食农教育 让我们的学生 让我们的整个社会知道 我们农有栽种的一些 都是很安全的食材 让他们吃的安心 让他们吃的快乐 我们的家政班 还有我们的指导员这么用心 所以今天可以安心的 吃我们快乐的便当 学校力推食农教育 透过自己一半解试验 让毕业生全程参与 了解书果的风味与特性 自己动手制作 表达对老师的感谢 副议长潘一泉也希望 未来能够继续举办 落实食农教育 记者邱平易普理采访报导 记者邱平易普理采访报导